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 并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在生命当中去认出 祢要我们看见 真正价值之所在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段经节 最后经节的记载在 马太福音13章44节到46节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 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大家都有记得有一个比喻 一个故事就是会下金蛋的鹅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特别 这个故事是说 有一个农夫 他有一只鹅 而这只鹅会下 每天会下一颗金蛋 但是有一天 但是有一天 这个农夫突然间这样想 这个鹅 每一天下一颗金蛋不太够 我在想说 它的肚子里面应该藏很多金蛋 那不然这样 我就直接把它给杀了 那么就可以把它肚子里面 所有的金蛋都取下来 于是他就直接 这个农夫居然直接就把这只会生金蛋的鹅给杀了 结果没想到 鹅肚子里面不但没有金蛋 连每天圆圆不绝的金蛋都没了 这其实是个预言 这个预言其实正提醒我们 有时候我们太过短视 我们太想要很快就得到利益 但是当我们没有看见事物真正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往往把那件事物给扼杀掉 耶稣劝到我们说 如果我们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别人都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看见了 这只珠子真是有价值 那耶稣就劝告我们说 好像商人一样 他看见了好珠子 就变卖一切所有 就买了这颗珠子 因为他知道这颗珠子的价值 而天国 上帝的国 更好像有一些宝贝就藏在土地里面 我们要知道 过去的年代当中 没有银行 没有保险箱 那人们把宝贝的东西 家里宝贝的东西藏在哪里 很多人就把它藏在自己的田地当中 因此耶稣说 如果你知道在那个土地 在那一地里面 那块地当中有宝贝 那你就知道的话 就变卖了这所有一切 就去买那块地 因为我们深知道 宝贝就藏在这里面 而真正的宝贝 是我们看出真正的价值 第三世纪 有位圣劳伦斯的一位传教师 当时候土匪正打劫 他们所住的这个村庄 并且把所有的人都抓走了 连他也一概抓走 而抓走这些强盗 来把这个传教师抓走之后 就叫他把教堂里面 所有的珍宝都交出来 于是这个传教师说 好 他就静静地走到这个村庄里面 把所有小孩老人 那些脆弱无助的人集合起来 然后转身向这些强盗说 这些都是教堂教会里面 最要紧的珍宝 但是除了他们之外 在这个教堂里面 所有的如果是有银杯 精气 你可以任意拿走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看见事物真正的价值吗 一个教会最需要的 其实不是那些装饰或外表好看的事 一个教会真正最需要 真重并且看见的价值 刚刚好就是这些人 上帝的百姓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真的要需要看见真正的价值 唯有我们真正看见真正的价值 才不会太急功尽力的 就把那一只会生金蛋的鵝给杀了 而唯有我们看见真正的价值 我们才认得出来 并且我们花尽一切 就是要去买它 愿上帝帮助我们 遇见真正的珍宝 并且拥尽我们生命的一切 去买它 让它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最要紧的宝贝 透过这样 让上帝祝福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认出 在我们生命当中 真正的宝贝 也帮助我们的教会 帮助我们的所在的家庭当中 去认出 我们在这里最要紧 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认出 你要我们看见的宝贝 并且我们可以用尽一切心力 去买它 因为我们生之 那正是你要我们 去珍藏在我们生命里面 最要紧的宝贝 求主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 先上感谢祷告 奉告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